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表示 将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三项制度 其中房屋养老金持续引起中国网民关注 由于中国目前并没有对房屋养老金有统一的定义 不少业主认为这是政府再一次将手申请业主口袋里的举措 认为实质上与房产税无异 并质疑该笔费用与已缴纳的物业费大修基金冲突 有位微博用户评论说 那些买的烂尾楼的都没人管 当初的监管部门呢 买房交的维修基金呢 有些甚至被用了 请问监管呢 现在又整这出监管能不能真正落实到位 另一位微博用户评论说 要不直接上门抢钱吧 别搞弯弯绕绕了怪累的 微博用户叶荣天则评论说 说到底就是公权力过度膨胀 连法律程序也不走 肆意妄为 强制给维修基金统筹 先试点后直接全国铺开 某种程度上 也是这些年沉默的大多数 共同助推的结果 在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后 央视网 澎湃新闻等官媒 发文进行澄清 称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法学院院长颖飞表示 这次建立的房屋养老金制度 主要使用公共资金 建立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 目前 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的款项 来自于公共资金 按照不增加个人负担 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 由地方政府探索资金筹集渠道 因此 此次建立的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 不会加重业主负担 但该澄清并未打消网民的质疑 然而目前 相关微博评论区已开启评论精选 微博用户 刘草梅梅梅梅 评论说 不用直接 这个直接用的妙诶 那间接 微博用户 后海低语评论说 想着罚让老百姓交钱 还得说为大家服务呗 微博用户 简单的奔奔评论说 探索筹集 这四个字就很零 微博用户 老年人真的不是故意的 评论说 就是准备统筹了 方便挪用呗 明明可以用抢的 还这么客气 不敢当不敢当 微博用户 奶油加冰糖 评论说 并不需要老百姓直接出钱 那就是间接的 还是会收老百姓的钱咯 微博用户 酒员评论说 坏了 额成的税 说到90年以后了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 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请访问